日前 賓夕凡尼亞州的選民名單上 被發現至少有2.1萬多名已經去世的人 已有法律團體對此提出起訴 據布賴特·巴特新聞網消息 由公眾利益法律基金會提出的訴訟稱 賓夕州的選民名單上至少有2萬1千人是死人 在2020年總統選舉中 賓夕州未能根據聯邦和州法律及時合理維護 選民的登記記錄 訴訟寫道 截至2020年10月7日 至少有9212名註冊人已死亡5年以上 至少1,990名註冊人已死亡10年以上 還有至少197名註冊人已死亡20年以上 此外 在這2.1萬名死亡選民中 大約有92% 勢於2019年10月之前 大約216名死者 在2016年和2018年被聯邦政府列出死亡日期後 還顯示有投票記錄 PILF的創辦人兼總裁 Christian Adams在一份聲明中說 這個案件是為了確保那些已故的選民 不會收到選票 這個案件並不複雜 明不複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